十定区双路福音园在深夜发生了大火多走两条人命 事情发生在凌晨一点多 福音园才刚刚装修好的二楼突然起火燃烧 住在三楼的屋主被农烟给呛醒了 立刻跳窗逃生 不过住在四楼的四名更生人来不及逃脱 急销道场协助他们脱困 不过被救出时 其中两个人吸入了过多的农烟 当场没了呼吸心跳 送医后宣告不止 搜索和救护人员赶到火场拉水线抢救 跳窗求生的屋主全身都被农烟给熏黑 但还是拼命向自己消求救 因为里头还有四人困在顶楼铁铁路夹杆 我抓着那个铁管然后慢慢的 然后再跳到二楼的遮阳台那边 然后慢慢再从那边跳过去那边 新北市十定山区的双路福音园 凌晨发生火警 起火点二楼才刚装修好却突然起火 火势蔓延开来 在三楼的屋主发现不对劲惊醒 立刻跳窗求生 但四民住在四楼的更生人 疑似睡得太熟了 再加上室内楼梯没有门 浓烟直窜来不及逃生 消防人员进到里头 发现四人都已经昏迷 其中两人更是没了呼吸心跳 送医后宣告不知 有救出五名民众啊 两名是到院前呼吸心跳停止 另外三名是预防性送医 新火的窗户福音园 平时里头都是收容更生人 但未在平原山区 这回发生火警 抢救上有一定困难 减销到场时 二楼已经全面燃烧 暗夜恶火多走两条性命 现在火调科人员 还在进一步调查 明星起火原因 谢谢张同龄 明周成为传心北市采访播动